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创建进程的第二种方式,VFOC 今天的课程目标是,学会用VFOC函数创建进程,课后作业编写VFOC函数创建进程的案例 VFOC函数创建进程的函数原型和FOC函数基本一致,返回值也是一个prd-t这么一种数据类型 其次也就是它的进程号,形参是没有任何形参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和FOC函数相比,它前面多了一个字母V 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二种创建进程的方式,用VFOC函数 那么VFOC函数和FOC函数这两个都可以创建进程,它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VFOC函数产生的止进程和负进程完全共享地质空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VFOC函数创建进程的时候,它的数据段和堆转段不再进行复制 也就是说,负进程和止进程共享数据段和堆转段 当然代码段,无论是用FOC还是VFOC,它们都不会进行复制,都是共享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VFOC函数创建的进程共享数据段堆转段以及代码段 那么,FOC出来的,VFOC出来的止进程,如果修改变量的话 是不是负进程里边的变量也会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止进程修改变量会影响到负进程 另外,还有第二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知道,FOC函数创建的进程成为止进程 负进程和止进程到底随先运行,这是不可预测的 但是,用VFOC函数产生的进程,它的顺序一定是止进程先运行 而后是负进程再运行 好,下面我们根据具体的实例来验证一下这两个结论 首先,打开我们的代码实例 VFOC.c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代码结构 基本上和我们上一集讲的用FOC函数创建止进程的代码 基本一致 唯一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了VFOC函数创建进程 上一集是用的是FOC函数来创建的进程 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当时为了让止进程先运行,所以让负进程sleep了两秒 但是咱们刚才说了 止进程一定会先于负进程运行 这个sleep是不是就没有存就没有使用的价值了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在运行之前再说一点 就是如果创建止进程之后修改变量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它的prd等于0的时候 说明这是一个止进程 如果止进程修改了变量 假如说止进程和负进程 共享数据段和对站段 那么是不是负进程也会 的变量也会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是用的VFOC函数来创建的进程 它的数据段和对站段不再进行复制 而是共享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止进程先运行 打印 然后再自我加加 打印出来的值 应该是123 咱们上一节是不是已经分析过了 应该是123 而附进程如果是共享的话 他们是不是打印出来也是123啊 好,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理论是否正确 这个理论是否正确 CtrlA C 复制 打开我们的SourceCRT 现在我所在的目录是这个目录下 OK 我们VI VFOC.C NR选项进入插入模式下 然后按鼠标 右键 进行复制 NESC键 然后加Safe加冒号 WQ保存退出 是不是我们那个代码 就在Linning下进行了复制了一份 OK运行 GCC VFOC.C -O VFOC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VFOC已经产生运行 咱们也说了 在Linning下运行可执行文件 就用点写线 VFOC 可以看到 直进程第一 直进程是先运行的 说明了咱们的第二条理论是正确的 就是直进程是先运行 然后呢 他们打印的值都是123 说明什么呢 说明直进程修改的值 会影响到附进程 附进程 附进程打印的值也是123 假如说咱们上节课也讲过 是用FOC函数来创建进程的话 他们打印出来的值 附进程打出来的值应该是012 但现在打印出来的值是123 说明了 直进程和附进程是共用了一个数据段和堆栈段 一代码段 直进程修改变量 会影响到附进程 好 这是这一块 另外我们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在使用VFOC函数时 应该注意不要在任何函数函数中调用VFOC 这个需要大家用VFOC的时候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VFOC函数不要写在我们定义的函数里 因为这样会出现不可预测的段错误 咱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代码案例 首先我声明了一个函数F1 F1 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VFOC一个进程 然后又定义了第二个函数F2 F2只是把两个行参的传进来的值A和B进行相加进行返回 在密函数当中我们定义了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C 也是硬的类型的 首先是我们定用F1 F1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VFOC一个子进程 紧接着调用F2 F2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调用 传用了一个1和2 那么C是不是应该就等于3呢 然后把3打印出来 这个代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逻辑上似乎是没有问题 编译也没有问题 语法上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运行就会出车 为什么会出车 好,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CtrlA,C V I V V FoC Ni 进入插入模式 N鼠标右键 esac c 输加 mark wq 出 好 这个.c 这个.c文件 就已经 拷贝到我们 Linux的模式下 然后对它进行编译 ERR ERR 下滑线 V FoC 按Table键 按Table键 3是1加2等于3 电用F1这个函数 咱们知道 当电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首先要保护现场 保护现场 其实就是把这个函数的地址写到一个站里边去 当这个函数返回来的时候再从这个站里边恢复现场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附近层首先是保护现场 然后进入到F1函数里边执行相应的代码创建一个 止进程 止进程一旦创建的话 首先是咱们刚才说了止进程要优先于附近程先运行 那么紧接着创建这个进程就要retrain 返回 返回的话 首先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止进程先返回来 返回来的话能返回成功吗 可以返回成功 咱们刚才知道了 保护现场 当这个函数结束的时候要恢复现场 恢复现场 是不是要在那个站里边 把当时保护现场的时候的数据 恢复过来 然后继续执行 好 紧接着执行C等于F2小坡壶1 2这个函数 然后打印信息 这是没问题的 首先是止进程摸下走势没问题的 并且打印出了3 当止进程结束之后 在这个F1函数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附近程 还要等待运行 好 附近程等待运行的话 他是不是也要做一个恢复现场的这么一个操作 刚才咱们知道 恢复现场 一个保护现场是进站 恢复现场是出站 已经被止进程运行了一个恢复现场的操作 也就是运行了一个出站操作 那么在这个站里边 附近程如果再进行出站操作的话 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内存断存物 因为一个恢复 一个保护 一个恢复是已经层队出现了 已经做过了 而这个附近程的话 他再进行一个出站操作 或者恢复现场的话 是不是可以就可以说他找不到当时的现场了 进而会发生一个断错误 这也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用VFOC函数创建的进程 他们的站是用了一个站 没有自我进行复制 所以导致了这么一个错误 进而呢 可以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 不要在我们自己创建的函数里边 用VFOC类似于这样操作 否则会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 好今天我们的VFOC的讲解就到此结束 到目前为止 我们创建进程的两种方案 或者两种方法已经讲完 一个是FOC 一个是VFOC FOC创建的进程 和VFOC创建的进程 两点主要是两点不一样 第一就是什么呢 他们的数据段对站段 FOC函数的话是自我复制 不共享 而VFOC函数的话是共享的 第二点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VFOC FOC出来的止进程 要先运行 先于副进程运行 而用FOC创建出来的止进程 和副进程 它俩到底是谁先运行 这是不可预测的 另外呢 需要再额外的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用FOC函数创建出来的进程 咱们知道 他们会对数据段和堆站段进行复制 但是这是早期的版本 现在LINK的系统也是一直在升级 后期的版本当中 它其实实现了一种机制 叫做写实复制这种机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调用FOC函数的时候 它的数据段和堆站段 当时是没有进行分拷贝的 就是说没有进行复制的 但是假如你修改了 那个数据段 或堆站段里的值 比如说修改了某一个变量 这时候它为了实现 就是进程和进程之间互不干扰 这么一种机制 它会什么呢 当你什么时候修改这个变量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就复制相应的数据段 和堆站段 这个机制我们统称为是写实复制 这么一种机制 其实这种机制 它实现出来 对于我们宏观号感觉来说 它是和当初我们讲的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只不过是一开始是FOC函数的时候复制呢 还是我们修改变量的时候复制呢 前随着另一个版本的不断的升级和完善 现在的另一个版本基本上都是写实复制的 就是说当你修改变量的时候 它才会对相应的数据段和堆站段进行复制 当然了 如果用VFOC函数的话 它就不会涉及到 就是 显示复制这一类的说法了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数据段和堆站段 以及代码段都是共享的 其实VFOC这种函数 从另一层函一行来说 它更像一个县程 所以说 有些教材上说 VFOC函数是一个轻量级的进程 其实呢 我感觉啊 它更像一个县程 因为县程 也是数据段 对待段 以及代码段 是共享的 好 今天 就讲到这里